明天的灯,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世阿凡达 想在这个录像中呢,跟大家分享 昨天所看的一期 这个大师的 问答时刻呢 他所回答的一个信众的问题 给了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呢 都可以用到大师这个 解答来 启发自己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问的这个人呢 是做销售的,他问大师说 我怎么能做到最好的销售呢 大师就跟他讲了这样的一个 宇宙法则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大师就说呢 事实上呢,我们是有百分之百的 这个 能力 去说服任何人的 这一点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也就是说我之前呢,一直以为 这个我可以做到我自己的最好 但是呢,也有失败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呢,对方是有他的选择余地的 但是呢,经过大师的这一番开示呢 我才知道原来呢 对方能够同意呢 是百分之百的可能性 并且掌握在我的手中 就是我一定可以让对方做 一个我想让他做的决定 至于对方 能不能做到呢 这个责任全在我身上 也就是说我的能力 能让他实现这个 完全被我说服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说呢,即便是有人呢 没被我们说服呢 那只是说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继续 也就是说呢,这扇门永远是开着的 它取决于我们到底有多想 而不是说呢,这件事情是有不可能性的 这个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大师说呢 这个钥匙呢,永远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只要我们呢,能够做 能够 也就是说呢,我们是有这个能力 和这个 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说服对方 所以呢,这个是我的 之前的一个认知上的错误 我一直以为 就是不可能性的存在 就是如果对方不能被说服呢 就是事实就是这样 或者是呢,对方有他的决定的余地 但大师,昨天这个开始让我豁然开朗 原来呢,完全取决于我这样 如果呢,我还是没有能让对方信服 或者能让对方改变他的想法呢 那也就是说我还要继续在做这件事情 只要我想就可以做到 这一点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就不仅仅是你做销售 或者是这样的职业 这个就是非常的 狭窄的使用这个理论的领域 在我们人生的更 任何时候呢,都有这个 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说服对方啊 我们要对方做一些 我们想要他做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大师这个理论 讲有百分之百的是可能的 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受益匪浅呢 也在这儿给大家做这个分享呢 也希望所有的在这方面有困惑的朋友 就是自己想说服别人的时候 觉得不可能性存在的时候 现在就消除你心中的疑惑了 你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不放弃就可以做到 好的,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然后呢,再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注册大师的 使用大师的Enlightened这个APP 软件,原版软件 以及呢,开始筹备准备来 我们12月20号在印度的班加罗尔 我们的寺庙里举行的 现在地球上最大的灵修圣典 Paramashivohan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Nitianandam